在医疗人员协助下,小朋友顺利地完成疫苗注射 为了提升学生保护力,基隆市卫生局在各校施打疫苗 不过运送疫苗靠的却是计程车 为了协助基隆市政府做好防疫工作 本身是基隆人的台北长红师指会会长蔡信娥 因此号召师兄师姐捐这一辆全新的防疫医疗行动专车 给基隆市卫生局 透过专门车辆载运人员及物资 让防疫人员可以更专心的完成各项防疫工作 我们发现在防疫期间呢 就是基隆市尤其是基隆市的部分呢 我们非常其实还蛮艰难的 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样子的状况 我特别跟我们的会内提案 把我们这次的公益捐赠 我们虽然是在台北市的施职会 但是我们把这次的公益捐赠 我们特别把它回馈到这个基隆 因为我们特别看到他在计程车 就是都是用基隆车在载疫苗 这个部分也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因为这个部分 我们看到了这个需求 所以我们特别又在这个部分 想说来这个部分加强做捐赠 然后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出席见证这一场捐赠活动的 国际师子会300A2区协调长 颜洋洋也期盼 借此让卫生局人员发挥最大能力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市民 我们的卫生局的同仁们 也非常的辛苦 甚至于就是说骑着机车 就是这样子 搬引着这一项的防疫的用品 这样子奔波来奔波去的 很辛苦 那就是有看到目睹 以这样子 哇 如此的辛苦的话 那让我们来共同来做这个 捐赠这个仪式里面 来发挥到最大的一个功效 代表接受捐赠的 金融市政府秘书长黄俊毅 非常感谢 狮子会友们的爱心 他强调虽然疫情趋缓 金融市政府相关防疫工作 仍会持续不间断 全力守护市民的健康 国际市只会300A2区 台北市的长虹市只会 捐赠这一台防疫医疗行动专车 有了这台专车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深入市区 为我们民众 万一有疫情来的时候 来做疫苗的 这个筛检跟零食的这个施打 相信可以为我们防疫的工作 来增加很强的一个助力 金融市卫生局方面表示 即日起行动专车将立即加入防疫行列 卫生局方面也再次呼吁 不管是新冠疫苗还是流感疫苗 市民只要符合施打资格 都希望能尽快完成接种 才能有效对抗病毒威胁 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防控市职位站不站 站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 都希望能尽快完成